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因此川普有没有施压乌克兰总统协助调查政敌拜登父子 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将在未来几周内举行公开听证会 有权把私底下的所有证词都摊在阳光下 共和党痛批这是民主党为了赢得选战使出的奥波 川普第一时间也在推特上大骂 这是美国史上最大的猎屋行动 但想让川普下台没那么容易 即使众议院通过弹劾案 最后要有67名参议员投票将川普定罪 他才能被免职 但可以确定的是2020美国总统大选前 川普能否继续保住白宫大卫将持续受到关注 下来新闻问道